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本来台北股市跟美国的互动就跟半导体股最密切嘛 半导体股跌了4.2% 昨天台子企业盘才跌55点而已 你有发现很奇怪 美国半导体股大跌 台子企业盘只跌55点而已 那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跌了153点 你有快跌吗 有没有下去买 能够从跌150几点回到平盘 谁买的 不是散户啦 散户买绝对不会把盘给推上来啦 散户买多么是低阶低阶对不对 盘能够拉上来 一定是追价买盘推上来的嘛 散户很少会去追价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散户追的 这行情很快就涨了2000点了 两个礼拜多 两个多礼拜不到三个礼拜时间 2000点就走起来啦 美国股市回档都正常 人起5000几点嘛 对不对 涨了5000多点了 人家在大涨的时候 大家还在担心害怕 当时我都跟你讲了嘛 人在大气要快买 你看美国起涨是在 10月13号就起涨了 我们当时 大家还在犹豫担心 还在害怕 我们来看嘛 这个对比 你们一看就很清楚嘛 美国这一次的落底低点 10月13号嘛 10月13号我们 美国就开始涨了 台北股市10月13号以后 人一直起我们还在破底 我们还一直在破底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涨 我们从这一天才开始涨嘛 对象开始起的嘛 这一天是11月4号嘛 我们宅家四号 到开始上冬的嘛 那11月4号 美国已经涨到哪里了 11月4号美国已经 涨到天花板去了 11月4号这一天嘛 这天嘛 美国股市已经涨了4000多点了 台北股市才刚要开始而已 所以当时我一直跟大家讲 赶快买 全球已经涨翻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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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怀疑我的说法 很多人怀疑我的说法 九航行一走起来 果然一下子而已 2028点 果然一喷出就是2028点 光是这两个礼拜的上涨 是让你 吓到了 哦 怎么去那快 一天五百点 一天五百点 三天起一千点 怎么快 那你低档买着等 低档买着等 后面再喷出 你不用动啊 对 以意代劳 带着买着等 带着买着等 行情的起 你就旁边纳粮而已啊 利润开始一直往上跳 一直往上跳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这才是钱菜而已啊 这才是钱菜而已啊 不要以为涨2000点就多了不起 后面还有更大的行情 后面有更大的行情啊 现在外资手上抱着6000亿现金 等着随时要加码 之前卖了一兆3000亿 现在才买回1500亿而已 还有6000亿的现金等着要加码 这次投资人被洗空手 被嘎空头 涨了2000点了 融资完全没增加 今年融资少了1459亿 我不知道你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看我节目的人 你应该在下面这里 应该在那一万三千点一 你应该就把钱全部都押进去了 我每天讲的内容 不会有太大的出路 这样你才会有延续性嘛 对不对 如果今天这样讲 明天要讲另外一套 冰来冰去 每天要讲不同的 你就听到没啥啥 所以每天讲的内容 都会有一定的延续性 这样你听了才会有连贯嘛 对不对 我当时是不是在一万三千点以下 一直告诉你 金贵金贵金贵 行情一发动 会让你措手不及 我事先跟你预告啦 后面走出来啦 那我现在再跟你讲 后面有更大的行情 后面还有更大的行情 你信不信 还在打问号 我不会跟你谈过去啦 很多人分析都拿过去的图形来讲 讲过去的图形怎么样怎么样 过去是都没什么好讲的 已经发生了讲它干嘛呢 我们的输赢都在未来嘛 所以你要一直前瞻性的 预判未来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当时在一万三以下 我告诉你 发动会让你措手不及 那现在涨了两千点了 我告诉你 后面还有更大的行情 你没来听音讲 我没那么大 你没来听音讲 所以你不知道啊 我上个月也有开 选举行情的课程 很多人来上 有来上的讲一番一番 就讲我说什么 那你没上课 又没有来参加演讲 你就不知道嘛 那我没有办法给你看 因为三十年的选举行情 不是我吝啬不给你看 三十年的选举行情 那个看下来要一个小时啊 我们节目每天都二十几分钟 不可能去浪费那个时间看嘛 那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演出 你就要相信嘛 对不对 我不是欧白说的啦 很多人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啊 来听的演讲 看了六十 看了三十年的过程 原本来的人每个头上都是一个问号 演讲听完之后 每个人头上都是惊叹号 所以你就直接相信我说的 后面有更大的行情 短线上会震荡 震荡是好事 有苦力在金护就对 有堆下来赶快买就对 涨高就不要追 这波涨三十%的股票满地势 涨到五十%以上的就比较少 你看南电五十七%高标 对不对 景硕四十二%也是高标 联发科三十七%也不错 瑞玉三十九%也可以 智芯三十九%也不错 这个都是每天跟大家讲的啊 你应该都是可以赚到的 应该都可以赚到的 这个政府走就对啊 我已经说一句话了 这波的行情本来就是 政府在解套的行情 赔了六千亿 赔了六千亿 不是政府的钱耶 不能说算就算了耶 所以政府要想办法让自己 让政府基金解套嘛 所以你对政府没的就对了 你看公国多的 今天股票是什么都这种股票 台积电也是政府大股东的股票啊 国发基金 对六%多 劳退基金也是大股东啊 我当时会跟大家讲破四百 会喷出 你们也不相信啊 当时谁敢再讲台积电呢 没人了啦 所有媒体报纸消息全部都负面嘛 一面倒在打压台积电嘛 只有林和彦在讲台积电而已嘛 对 我甚至还拿什么 拿我看到研究报告给你看嘛 八年后 台积电会超越苹果的营收嘛 那你们听了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听一听好像有道理 可是叫你买 你也买不下手 你也不敢买嘛 直到股神巴菲特认证 大家才恍然大悟 哎呦 连股神都在买了 股神一买之后 大家对于台积电 就充满信心了 奇怪哦 我说你们听不下去 我说你们怀疑 股神巴菲特一给你们看 他也有买 大家就深信不疑了 今天台积电开盘 跌下来12块钱 倒缩盘又被推了回去 一下来人家就接走了 因为有股神在一起了嘛 对不对 股神跟你站在一起了嘛 不然你就比较怕了嘛 股神再投资一只股票 其实股神哦 你如果长期注意的话 股神他几乎 比较喜欢做传产股 尤其银行 石油 公共建设 包含汽车 铁路 他很喜欢做床床产业 因为他很保守啊 股神很保守 他没有把一个行业摸到 一清二楚之前 他不会轻易投资 因为他一个投资下去 那个手笔就相当大 你看台积电他一买 41亿美金 1200多亿台币 就这样砸进去了 所以他是很保守的 你知道股神帕菲特 他第一档电子股买什么你知道吗 IBM 他看了八年的IBM 看了八年IBM的财报 观察了IBM八年 他搞懂IBM在做什么 他才出手 怎么保守啊 你要是很谨慎啊 保守归保守很谨慎啊 后来股神巴菲特大买苹果 股神巴菲特电子股买不多啊 要很有把握他才会出手 他大买苹果 现在是苹果的最大股东 这几年苹果的股价 也让股神巴菲特赚了很多钱了 然后股神巴菲特他很厚为 两只股票他没有买到 他没有买两只股票他很厚为 哪两只 一只是亚马逊一只是Google 这两只股票他没买他觉得很后悔 所以台积电会让他认同 那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以前晶片大部分都只是在 电子产品嘛对不对 可是你看现在晶片已经是无所不在了 从家电甚至于玩具 甚至于未来在汽车 晶片是无处不在了 以前汽车是机械式的嘛 现在汽车完全充满了电子产品了 完全充满了电子 一辆车子里面有多少的晶片了 所以晶片的重要性 已经不再局限在电子行业 它已经扩散到你我的生活周遭了 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产品 它的一个扩散性 重要性已经越来越高 那台积电在全球晶片的领导地位 无人能取代嘛对不对 所以古城巴菲特认定台积电是有道理的 加上台积电预计未来每年15%到20%的成长性 人家也是认同的啊 所以古城巴菲特一买 他不会买那种一买两三天跑掉 或者一两个月 人家股票买下去 经常一放就是三年五年 甚至于十年以上 被他认定的公司 所以古城巴菲特在这个地方去买台积电 大概68到70美元ADR去买台积电 我大概跟他换算了一下 以股价来说的话 大概是在400 4、450的地方 那古城巴菲特在400多块钱买台积电 让人家就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了嘛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最近投资人跟着一起买 那外资单也在回补持股啊 我300岁就跟你说了 你们听听的也是不敢 直到看到古城巴菲特下去 你们才开始跟着追 追也没关系啦 3007涨到494 外资今年还卖了93万张啊 外资也急着要回补台积电啊 因为之前外资讲了一大堆台积电的负面 那现在古城进去了啊 古城比外资更大小啊 对 一样是基金 古城巴菲特的基金是最大的啊 而且绩效是最好的啊 那其他那些基金经理人 谁敢去打古城巴菲特的耳光 不敢了嘛 所以古城巴菲特一认证之后 大家对于台积电就不敢再说三道士了 点点的金买就对了 尤其外资最近虽然买了快十万张 今年原本卖一百万张 他会赶快补回来啊 所以台积电 你如果有保护掉 那几户人还要买 我们不是古城巴菲特嘛 人家口袋够深嘛 那我们口袋那么浅 没有办法跟他比 所以拉上来到套牢区的时候 买这个买的又定乞都回来 增加操作的灵活度 报酬力也会比较高 所以你用台积电的来释我 该卖的时候我会带你卖 那政府基金的股票里面 蛮多的啊 五六十家总该有啊 可是跌很深的 业绩又特别好的 那也不用买那么多嘛 三家五家有够在做嘛 是不是 你也不用全部一网打进嘛 你看台光店也是政府基金 最大股东的股票啊 对 对 一百三十四块块 这样一上来就三十几%了啊 你们都知道啊 对 充施班的股票 南电 五十七% 景硕四十二% 瑞玉三十九% 对 台表科也三十几%了 对 智欣三八% 充施班六级股票 每个都30%以上 联电很多人买啊 演讲一调查就知道了啊 买其台 买台积电的举手 小猫两三只 买联电的举手 一整片 那也无所谓啊 因为整个涨幅联电 不比台积电差啊 台积电大概三十二% 联电已经三十四%了 联电已经三十四%了 有没有的都好期啦 有没有的都贪钱啦 等于比只有五百而已 没什么都好期待嘛 对 买联机电的也很多 现在联机电跟联电 价差差了三十% 后面是不是有追价的行情 有追价联电的机会 很有想象空间嘛 是不是 所以买联机电也真好啊 你看我在低档的时候 一直推荐你买联机电 最安全的方法嘛 当你没信心的时候 找最安全的股票下去买 等到信心开始 有时候信心的恢复 从你账面上的增加 是最快速的 是最快速的 买日月光的也不少啊 你看日月光这波上来 也三几%啊 这个都是很难得的机会 我在高票市里有三十年啊 这种赚大钱 等一笔冲五百 很难看到啊 那机会来了 你就要掌握嘛 是不是 所以不要一直在看股价涨跌 股价涨跌固然重要 可是它只是一时的情绪反应 价值的判断 才是未来的方向 才是你投资真正的利润 我经常跟大家谈这句话 你一定要把它牢记在心里 会看股价涨跌 会看现行 那只是基础班 会判断一家公司的价值 股价的合理性 这个才是专业 这需要有很多的专业的分析 对产业的了解 你才有办法去判断 一家公司的股价 合理价位应该在多少 当它跌低之后 那就是折价让你减 就算你不用买在最低点 就算买了备套 一段时间你还是会赚大钱 甚至你可以用策略的方式 慢慢分批接 均价就会压低下来 有很多策略运用也都在里面 对 联发科12块 落到500块 50033块 你看现行 大空头 你用价值判断 一年贪80块的公司 北比只有6倍而已 价值判断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是不是 你看一上来 200几块啊 3几%啊 我在低档每天讲每天讲 在没有喷出的时候 这个上课都上过 上升三角形的图形 这种图形在底部出现 后面就是弃而已 后面就是弃而已 对 那你回过头再来看 有多好的机会啊 我每天讲 你们听了当耳边风啊 因为你们被其他看空的言论 已经震喝到 不敢动了 所以你们错失了很多 好的机会点 联发科短线上也是要税一下啦 因为走得很急 走得很急 指标很高 暂时要洗 去30%以上的股票都不要堆啊 除非他有震荡下来 除非他有蹲下来 再来买 这里要买 因为大盘接下来会震荡 震荡不是坏事啊 震荡是让指标修正 蹲了之后再跳 会更有力 你持股不多的 涨30%以上的股票 等回来再买 那现在想要买 就买什么 比较没弃到的 买的比较没弃到的 你看南电 每天讲的股票 也是政府基金的股票 这样挖起来 37% 57% 57%了 最近在上面挡 那不要追嘛 有买买买买 不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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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去追高 那兵家大计啊 景硕也是啊 每天讲的啊 一支有起来 就是42% 最近在上面居高不下 居高不下 有股票就破了嘛 不股票就卖堆嘛 你如果有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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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已经赚了两个股本了 本费到五倍而已 只不要让它修正一下 只不要让它修正一下 大家税有软 可以再缺 如果没软 就不要对贯 对 台表科 767778 一路也标现在95块钱了 去那20块了 涨了快20块钱了 对 要不去到的 我前两天一直在跟大家谈华通 对不对 前两天我一直在谈华通 10月营收历史新高 润润第三个 今年美股获利不是6块 7块钱 今年7块钱 前三季比去年成长80% 去年4块今年7块 邮政除金是他的十大股东 我们昨天47块钱买 一定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 昨天最低46.85 你看我们从45块钱就开始买华通 45 市价买 47买 47买 年末月3天的47块 昨天一开盘9点29分 空手的47块钱继续买 今天大盘一开盘跌了153点 华通开裂就开始挠了 总盘起49.152% 昨天买到今天4.5% 45.5的已经要10% 对不对 华通今年业绩超强 三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获利二百去年成长70%以上 北平均很低 这是涨幅相对比较小 所以你又先找这种涨幅小的 我们这两天在布局这支股票 刚开始布局而已 先买一些 当基本持股 323跌到150 要不然真的上当后 因为量还没出 只要还税 指标在高档只要还税 中华邮政 公务人员退休金 劳退基金 都是十大股东 去年15.49 今年上看20块钱 获利创新高 股价跌了60% 现在还在地步 这支起较少 我这两天在布局这支股票 在布局这两支股票 另外一支265 扣到112块 去年13块钱创新高 今年16块钱以上 续创新高 劳退基金是它的最大股东 这买不得多 不是大家税 趁它在这里洗的时候 我们赶快下去买 这支股票后面大戏 这支大戏 所以大盘在洗盘的时候 优先锁定中 涨幅落后的 那涨30%以上的股票 等它有蹲下来的时候 操作顺序节奏 一定要掌握正确才可以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尤其这两支股票 尤其这两支 尤其这两支 我们的负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且以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